大家好我是微知超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利用GPT 把我变成了自己的英语老师 来培养英语思维的 其实只是中间一个环节 简单的利用了GPT的翻译能力 但是培养英语思维的思路可能对大家有参考价值 希望可以抛砖引语 没错40多岁了一大把年纪还在学英语 我现在遇到的瓶颈可能也是困扰很多人的 那就是其实80%以上的日常英语对话涉及到的单词我都会 但问题是我经常不知道怎么样把那些明明都认识的单词提取出来 组合成我想表达的那个意思 我经常是按照中文的表达去想这句英文应该怎么说 但是那样硬从汉语翻译过去就特别的不地道 说出来的都是很洋津邦的那种Thinglish 专业一点的说法就是缺乏英语思维 那么怎么样去改善这一点呢 你可能会说那还不简单啊 看那种双语字幕的美剧英语电影不就行了吗 好的双语字幕不就可以让你熟悉美句话的地道的英语表达应该是怎么样的吗 但其实那个效果往往不太好 因为那些台词并不是从你的脑子里蹦出来的 他们不是你自己想说的话 所以对你的刺激往往是不够的 不会让你产生那种恍然大悟 原来这句话的英语是这样说的呀 那么什么样的学习材料才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恍然大悟呢 那当然就是你自己说过的话嘛 用陌生的中文材料来学英文 那中文英文这两头都没有跟你自己的大脑有天然的连接 但是如果用你自己产出的中文素材来学习呢 那么中文的这一头是天然的与你的脑深度的绑定的 那一头已经扎进脑子里了 那另外那一头不就更加容易入脑了吗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绕过各种中间商 不要去找什么美剧 找什么明星访谈 而是要直接把自己的中文思维 转变成英文思维 这才会对你构成足够强 足够印象深刻的刺激 那以前我们要把自己说过的话 自己写过的文字 转变成地道的英语表达 成本是太高了 那你不得找个水平过硬的翻译吗 可是现在有的GPT这个翻译神器 那就好办了 所以整个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 你先要去收集一段自己的语音或者文字素材 最好是最近的 这一步对于我这样的内容创作者来说 是占了大便宜 找一部自己最近做好的视频就可以了 但是我想只要有心 大家应该都不难整理出一段自己最近的语音或者文字材料 比如说拍个vlog 在争得同意的前提下录一段自己和家人朋友的对话 录一段会议记录 copy一段自己最近写过的报告 作业等等 来源其实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找到的是文字素材 接下来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打开ChatGPT 用上这样的一段提示词 请把下面这段话翻译成英文 并逐句输出中文原文与英文译文的对照稿 注意翻译时请使用地道的英语表达 我把这段提示词扔给了ChatGPT 然后随便复制了一段我上期节目 为什么只有人类需要擦屁股的文稿给他 他就帮我生成了中英对照的翻译稿 我把它放进iPhone的备忘录里 就可以愉快的学习起来了 遇到不认识的单词 还可以直接调用iPhone的查词功能 顺便学个新单词 如果你找到的是自己的语音素材 那么过程会稍微麻烦一点点 但是学习效果可能会更好 步骤是这样的 首先你可以用Whisper Desktops这个开源软件 把语音识别成在时间戳的SRT字幕文档 Whisper Desktops这个软件的具体用法 或者是OpenAI的Whisper这个模型的其他用法 请大家参考更加专业的IT博主的介绍 很容易找到 然后我们还是打开ChatGPT写提示词 我用的提示词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电影字幕翻译工作者 精通电影电视剧字幕翻译 请将我发送给你的带时间戳的中文字幕翻译成中英双语对照字幕 英文在上中文在下 规则如下 第一翻译时请保留时间戳信息 并且保证输出格式符合SRT字幕规格 第二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术语概念 专有名词 翻译时需要保持前后一致 采用统一的译名 第三翻译成地道的英语表达 这段提示词 其实我是用来自己制作电影电视剧的字幕的 清测效果非常好 大家也可以拿去用来翻译自己的中文字幕 我把这段提示词扔到ChatGPT里 他说当然可以 请提供需要翻译的中文字幕文件 或者具体的文本 然后我就把Whisper Desktop识别出来的那个SRT 扔给ChatGPT 他就帮我生成了中音对照的字幕 下一步我们要保存这个双语对照的SRT字幕 ChatGPT翻译好之后 我在电脑上新建了一个文本文档 后追名改成SRT 把翻好的字幕贴进去保存 把它和我的视频文件改成一样的文件名放在一起 如果你的素材是NP3 是纯音频的 那也建议在剪映里 也转成随便配查画面的视频文件 方便我们进入下一步 下一步 我们就是可以开始愉快的学习了 你可以用PortPlayer打开视频文件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带着双语对照字幕的自己主演的大片 比如说我看到我的那个为什么只有人类需要擦屁股的视频里 有一句是这样的 可是为什么这种困扰好像只属于我们人类呢 如果按照我的那个中式思维 这句话如果我自己用英语表达 我大概是会说 But why this trouble only belongs to human 基本上就是把中文表达直接给翻成英文 但是GPT翻译出来的是 But why does this trouble seems to be exclusively a human issue 为什么这种困扰是一个人类独占的问题 这才是更加地道的英文表达 哦原来这句英语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很典型的学习英语表达 学习英文思维的一个例子 用port player来学习 也是非常容易顺便学生词的 比如说这句话里的 exclusively 这个单词我不认识 那我只要用鼠标点一下这个单词 它就会跳出这个词的搜索结果 你看排在最前面的就是这个词的字典 这不就顺带还学了新词吗 那用GPT把我自己说过的话 我自己写过的文字变成学习英语的素材 整个流程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那我这段时间体验下来 我觉得这种方法对于英语表达英语思维的提升作用 明显是比通过电影电视剧什么的 是要好很多的 好 那关于怎么样用自己输出的材料 来培养英语思维的思路 我们就说到这里 抛砖引玉 如果你有更好的学习思路 欢迎评论分享 我现在其实是GPT的深度用户 我现在用GPT来辅助写作 查资料 做读书笔记 几乎已经是每天都离不开了 那这些工作流方面的心得 等我摸索的更加成熟一点 再分享给大家 我是魏之超 我主要在这个频道里输出我的三大爱好 心理学 读书和电影 当然偶尔也会像今天这样分享一些 我的学习和工作心得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你关注点赞收藏评论 这对我非常重要 谢谢你的支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